啊 没事吧 有钱打个字呢 修线 什么呀 我们明天见 我就走了呀 你来来来 好乖好乖 什么 六岁班子是去广东啊 还不够吃好吃的 还讨厌喝没味道的水啊 怎么是你啊 对啊 我就是安森毕的啊 你搞什么鬼啊 我回家啊 拜拜 快 跟屁虫 你们有时间吗 请你吃个饭 哎 别别别 怎么能让你请呢 我们是地主 应该我请你 林格 调言无法 你不是要我喜欢秋千吗 你在我面前 突然找秋千啥意思啊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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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 你要吃了火药 我不是 我原了吗 你看看你眼神 我怎么了 嫉妒的小眼神 我怕我被忽略了 我刚才一句 我是觉得我被忽略了 那一场戏导演也叫我不要哭 那一场戏导演也叫我不要哭 你没有表演哭 我知道 我知道 我会哭的原因是我受不了了 你经历过了很多美好的爱情 跟他一起哭啊 一起闹啊 一起笑啊 突然你就是无条件地离开他 这有时候会比较难受 导演就跑过来说 我这场戏没有要哭 但是我说对不起 我必须要先释放掉 不然我觉得我会保障 没事 你们马上在布拉格 就会再次相爱了 准备啊 每天都要跟他生活 一起跟他相处 2 1 耶 一起哭过啊 笑过啊 我们以后 这样就搞不好 你叫年年 你叫年年 我叫年年 我叫年年 就叫年年 今天这个光是很浪漫的 他说 哎 我们结婚吧 等我立下来了 咱们就结婚吧 我们只要很真诚地在这个当下 好好珍惜对方 好好替对方着想 他不甘心 他不甘心 多大开心 我觉得那是很美好 我们更享受于当下的感觉 我只能一辈子有几次可以这样 他只要想新爱情 那小兔子 你还做上生意了 你这都不知道 你老师信了我两个小时 怎么好反患 我还能关系呢 你谁啊 他妈有声啊 太瘦了 在剧情里 这种父子情 他就是那种比较典型的 父子之间缺乏沟通的那 互相有一些误会 是不是 打的比较好 爱是一大岛 他可能 爱你的方式是打你 我爸提往上上 也可能是面子 就你这没羞没嗓的劲 妈 你就是亲爱的小兔子 可是那都是他对于 要爱的方式 他为什么让林格 感觉这个爸爸不思进取 其实他恰恰是 他用自己的方式 来守着这份爱情 你别动 这是你妈的东西 你有命在乎我爸吗 整天喝酒 你也不知道照镜子 先成什么样子 那时候那个爸爸 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儿子 但是林格知道 我姐着在哪儿 我对不起我爸 我喜欢是让观众 感受到我后悔的 他们感受到 是我冲动地穿越 我顾忌别人的想法 是因为爱情 其实说父母 能够谅解他这份感情 如果他的孩子 能够特别相信爱情 那父母肯定是最高兴的了 希望儿子就是要 接受自己这份感情 要真诚 要尊重对方 然后要有责任 这份感情肯定是最好的感情 如果我或者是林立国 有这块表的话 他也会这样做 有这块表 又能帮助他所爱的人 那为什么不做 应该做 第一次17岁总是不想见到他 就像自己爸爸好烦啊 当你穿越过一次的时候 你重新再见到这父亲 你就好像能理解很多事情 你就只闷在心里 老弟 老弟 我怎么觉着你有点闷熟啊 回来看我爸 怕老人家还好吧 其实我挺对不起他的 我好多年没回家了 虽然我呢 没当过父亲 但是我相信你爸肯定不会归 你说老人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呀 就是希望他的儿女 这一辈子 很好地迈过一个人一个坎 然后一切的一切都好好的 你应该好好的 咱都好好的 说来讽刺 我们做父子的时候 永远都在吵架 如今 我以一个陌生人的身份 坐在他面前 才终于懂得了他